HELLO,歡迎大家回來,今天星期二,SKY金融絕殺半小時 今天我們請到何寶Sir,Hello,何寶Sir,你好啊,早晨 Hello,才女,早晨,那你今天那邊冷不冷啊? OK啊,今天不冷不熱,是嗎? 我們香港這邊終於都有少少冬天的氣息了 我們快來夏天了,剛剛相反 我們現在12月還未到,但是都接近了 現在才開始有少少冬,如何寶Sir這樣說 以比特幣,你說要沽,就說要沽了,就去的了 是啊,上個星期在你這裏都是推出比特幣會跌 人民幣會跌,還有一件是歐羅會跌 但是昨天我就強調過歐羅,昨天就一定跌 真的跌了 比特幣又是跟著跌,現在跌到五萬六千多了 最低超過五萬六,剛才 現在就走上來一點點 我還記得你說,那時候剛剛六萬六去到六萬 然後我跟朋友說,伯姑,然後他還在笑我 然後我就心想,沒有理由 你應該笑一下,你自己沒有聽到何寶Sir和投資才女說話 你今晚再笑他 哈哈哈哈 好,那今集這個題目呢,看看可不可以令到各位觀眾 繼續笑一下其他朋友仔 因為這個星期是短週,因為星期四是感恩節 美國就放假了 我想星期四我們這個節目都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今天我就會盡量給你們這個這個禮拜的主題 其實昨天我在另一個台,已經是非常強調那個大字標題 就是強力沽歐羅 哈哈哈哈 歐羅昨天想不跌也不行,我這樣說 現在先先說歐羅 上星期,我已經在這裡建議沽比特幣,沽歐羅 沽人民幣 昨天,在我每逢星期一的Morning Call 那邊台叫做,我亦都特別是強力建議沽歐羅的 那果然,歐羅就是應聲下跌 那麼今早香港時間,早上六點的時候 即是你們六點的時候,就跌到1.1235的 那麼現在原來都還在那裡,沒有動 好奇怪了,比上星期所闖的低點,曾經上星期 試過1.1250,馬上彈回上去 1.123至上 那麼跟著呢,到星期五又試過1.1265 又一聲,就上不回1.13 就在1.1260多那裡徘徊 那麼今個星期是短週,我剛才也說 那麼相信這個走勢呢,這兩天都會繼續的了 那麼不論基本分析或者技術性分析 都仍然是指向下 OK? 基本分析,歐盟將會是所有主要經濟體的國家 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 他公開宣言說 明年2022年都不會加息 但是剛才我所說的那些這樣的國家 就個個都是醞釀著加息 或者已經在加息 那麼美國 自從昨天晚上石破天驚 我打算沒有這麼快宣布 拜登就正式宣布聯邦儲備局 Jerome Powell 可以連任了 很奇怪 這個消息一旦出了美金 一聲向上走 有一個理解就是 這個儀團 現在已經解決了 每個人都想要是他 要是另一條金法魔女 以前耶倫的白法魔女 叫做Leo Breiner 有可能會代替他的 原來不是 就 終於拜登也想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現在是非常時期 都是安安穩穩好了 所以就繼續是他 那條女 就將他升到副手 升到 原本一個就是Chairman 然後兩個就是Vice Chairman 其中一個 上次我已經說 是辭職了 這個位置空了 這個位置是專門 要看著 美國所有的機構 銀行 那些條例 是非常之重要 屬於 regulation 那方面 就 就 appoint了他 也都是 有級 升 就是升做 扶手 那 就終於解決了 這個 連任 那當然 仍然有一兩個空位 拜登還是要 appoint的 但是那些已經不重要了 已經是 剛才說到英國 美國 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 是 美國 無論 Jeran Powell 連任 其實市場都估計 因為通脹的關係 明年 有些估計早些的就是明年中 就會的了 因為他們想著現在是縮表 說明的縮表 縮到明年中 他們縮完表 接著就加息了 我覺得這樣想 有些人想遲一點 就是想第三季九月 總而言之 就是七月到九月 已經殺到身了 英國上個星期原本 已經有風聲為 說會加息 但是後來都堅持 看來十二月是很大機會 會加的 那麼 澳洲也都說了 明年會加 就是沒有說幾時 加拿大也都是非常之快 明年會加 而紐西蘭 就已經加了一次 加了一次 加了一次 但是很快 最可能這個禮拜尾 又會加多一次 現在呢 有傳到 會加到半來這麼厲害 那麼這些提示 我給了你們 因為我在這邊 應該收到很多資料 收到 是的 是的 雖然加息 並不是代表你的貨幣 加息的貨幣就會升 未必是這樣 在正常的情況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其他消息 特別的其他因素 就一定會升 那個貨幣 比如美國加息 那美國美元就升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現在我們不同時勢 也有通脹 又有這個 又有那個 尤其是美國的 是多事之國 可以說是 還有COVID-19 在這裡 所以 一切都不一樣 沒錯 歐盟 由上個星期開始 就是COVID-19 第四波 已經有幾個國家 尤其是 已經公佈了說 會封鎖的 全部是停市的 每個人都要躲在家裡 不可以出來的 就是澳大利 這是澳大利 然後德國也有些口風 走出來說 預警聖誕節也有可能會下降 這個 根本上也是歐羅的致命之傷 真是 加息最慢是他 那已經有傷了 那還加上COVID-19 要鎖下降 那麼 所有 現在個個都 西方社會 全部開放了市場 說要跟COVID-19 死過 共存亡 那麼 但是 如果你突然間又要鎖下降 即是經濟 所有的事情 都 又是 回頭 又回頭 那麼 加上 剛剛所說的 拜登 宣佈美國聯儲局 Jerome Powell 可以連任 他是早提出的 應該是 可能是星期三出的 在放感恩節之前 會說的 但是 今天已經說了 令到美元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今天 其實 你想深一層 沒錯 至少 你穩定了 這個 個人 有個疑問 如果 金毛絲王 那條女兒做了 市 完全又不一樣 所以 是很不凌朗 但是現在全部 凌朗化 所以 那些美金升 都是 對的 但是 會升得多久呢 我想這些 大部分都是 即時的 反應而已 非常之 現在 市 就是 小小事 都已經反應得非常之強烈 但是 我 早上一個星期 已經 預先推薦 叫你們 沽歐羅 難道我 你簿才知道? 你一向都是 善眼全球 不說你們知道 你們心思思 好了 最好的就是 拿一個 技術性分析出來看看 看看 就算 我是未簿才知道 但是 技術性分析圖表 符不符合呢? 第一張圖表 就是 歐羅對 美金 剛才已經跟你們說了 上個星期 已經 兩度 跌到低點 1.1265 嗯 以及1.1250 然後反彈的 嗯 昨天星期一 也是一樣 那幅圖 你也看到的 但是這個是 月線圖 看不到昨天的 每一條柱 都代表 整個月 是一個月的 OK 你只是看到 那個月的 高點 和低點 而已 那就是 今個星期五收市 如果跌破 那個三角形 你看到 那個底部 那個底部是 3.175 1.175 嗯 那 神仙 都沒有得夠了 那 會不會呢 究竟 我昨天 在morning call 已經強調 美匯指數 我是看 起碼 在這個 感恩節之前 是看上的 看升的 那個 那個美匯指數 會挑戰 97.00 所以我估計 是有機會 先給你們一些技術性的水位 讓你們 如果做 在短炒上 是非常之有用的 上升的阻力 是 1.1310 第一個 現在1.1230多 但是 第一個上升阻力 去到幾遠下 是1.1310 所以 如果 你們已經沽了 還拿著 空盤 就把指數 如果你放得太高 現在把它拉下來 1.1315 就最適合了 因為 如果1.1310 是個 上升阻力 通常 我們放指數 就是 多給幾點指 去走盤 因為市場瘋 經常會過了水位 所以如果 你有5點指的水位 在這裡 應該暫時是夠的了 1.1310 是的 1.1310 支選 就放1.1315 OK 好了 那麼 下面的支持位 就是 1.1210 因為現在已經1.1230多 很快便到 1.1210 那麼 一旦過了 1.1210 就會很容易破 直到 1.175 剛才跟你們所說的那個位 那麼 我看 1.1250 都已經破了 那麼 跟著呢 現在 就 下望 就是1.111.75 那麼 若果 連1.111.75 都跌破了 到時候才告訴你們 知道 海闊天空 還要很快 好了 現在到第二張圖 就是那個 Bitcoin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見到 Bitcoin的機 是 基本分析 我已經上星期 和你們說得很清楚 我不想在這裡再浪費時間 是 因為我們做了幾十年 D那 真的 那個性格已經是入了格 的 是最怕囉嗦的 我們每一次說話 只說一次而已 嗯 所以我不想再複述 那些基本性分析 上次說得很長 好像 今天就給回 上星期的 19日星期五 的日線圖 這張圖 很明顯 我是由 六萬一 建議沽的 上星期 但是 自從跌破了六萬之後 就一直升不上去 近一兩個工作天 就是上星期五 和今天 就停留在 五萬七千五到五萬九千五之間 那 昨天是到過五萬九零幾的 但是又滾下來 始終都想 跌下來 又獲利回肚上回去 但是又跌過 始終都每一次都低跌 發上發落 因為如果跌下去 你不吃糊 他又發上來 一些 你又要再等下一下 但是 每次都是跌得 又再低些 那麼 去到昨天 由於美金升 因為這宗 Jeron Powell 終於美國收市 是跌破了五萬七 已經是 那麼 現在 在外營工幕 是五萬六千 八百幾 九百幾 因為現在的抹價一百元 有些是八二元 那麼 那麼 看不看到 右手面 有些 長方格 黑色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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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二三三 那麼 綠色寫著 五萬三 那麼 再上一些 紅色的 就五六二八六 OK 這個五六二八六 挺重要的 現在的價格是 五六八百幾 九百幾 那麼 那麼今天 很大機會 如果 如果 跌破五六二八六 就會 落到 紫色 那個 區間下面 有一個 打橫紫色的特別 這個 紫色 的區域 是叫做 白色 是 紅色 區 很嚴重 就是 就是 向 五萬三 挑戰 那麼 其實我上星期 已經跟你們說 我的目標 是五萬三 一路都 那現在呢 也都是 看這個 五萬三 一去到這裡 就正式 踏上 熊市的 不歸路 紫色 那裡 就是 紅市區 但是 如果 五萬三 都破了 就是 紅市的 不歸路 就一直 再剷下去 再剷下去 就四萬 八千 多 四百 三七 九 其實正路 它升得這麼快 對不對 是啊 可以很快 度假 好像之前 你幾次預言 很快 不過呢 聽我說 就很容易 其實老實說 也是這麼容易 但是 二 都要有高人 告訴你們 對不對 哈哈 好了 好 到人民幣了 人民幣呢 又是給你們一張圖 這張圖 就不是 純粹人民幣的圖 這張是人民幣 對一籃子貨幣的指數圖 所以你看到 由手邊 全部都是百幾百幾的 而這些貨幣呢 全部都是跟中國 貿易有關的貨幣的 OK 那麼 你看到 由去年 2020年 COVID-19以來 一直是這麼升 看到嗎 一路升上來的 人民幣 不停地升 升到現在的位 如果你看到右手邊 是102 那個指數 102 那麼 有時候想一下 都真的 不知道是天意 還是什麼 真是好笑 美國 已經 幾十年來 一直 抹黑 埋怨 中國 將人民幣操控 manipulation 他經常都說 中國操控 人民幣下跌 因為 中國 是出口國 就 故意將人民幣操控到它 便宜 這樣 就對出口有利 但是 由始至終 都未曾可以 正正式式控告到中國 因為操控貨幣 有幾個 操控貨幣 是 全部都 滿足 你才可以 走到聯合國 他操控貨幣 他不對 要罰他 但是 一直都 耐中國 不好 就是因為 他說 中國的貨幣 是 太低 是 特別 搞到 離出口 OK 所以出口 那麼厲害 不是他聰明 這麼說 但我們都有很多獨特的東西生產 他不拿不行 是啊 又賴人 但是 現在 衝脹來了 唉 你以為他 幾個禮拜前 從 中國怎麼說 他說 不要讓人民幣升 這樣 又不好 又 倒忌 我們人民幣便宜 到 現在 反過來 槍頭 說我們 你不要讓他升 這樣 我警告你 唉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跌你又不給 升 你又不給 根本都沒有操控 到 任你講 都已經 是不是先 你的嘴巴大些 對不對 因為他們很需要中國貨 現在 因為通脹問題 因為中國貨 比較便宜 但是 最美的 OK 所以呢 所以 他 就想人民幣跌 用美金去買中國貨便便宜了 總之 他覺得有好處 他 好處就拿盡 壞事就做盡 這個國家 真是賤 那格賤 真是 唉 真是 他老母 為了錢 甚麼都可以做得出 我要你低 我就由你低 你高 我由你高 對不對 他喜歡 他便 他便 OK 自從 拜 集會之後 中國的 這個是一個 昨天 我已經爆了出來 昨天 是未正式出來的 OK 但今天 已經很多人說 不知道是因為聽我說 還是真的出來了 中國的 Foreign Exchange Committee 貨幣的會 總之 是隸屬於 中央銀行 人民銀行的部門 是真正的 不是流行 向超過五十多間 在中國 現在有分行 也好 甚麼都好 總之在中國 在營業的 包括外資 和中國本身的銀行 包括工商 等等 所有 是 關乎中國 90%的外匯市場 警告他們說 他們的 Proprietary Trading Desk 其實 講到這麼高深 其實就是炒房 炒的盤房 炒外匯的盤房 包括代客炒 和自己銀行的炒盤 總之就是 Proprietary Trading 就是交易的 數目過大過多 過去那一年 在COVID-19之前 是高出了50% OK 還是一面倒是長倉人民幣 看好人民幣 他警告他們 你們現在要留意風險的管理 很明顯 他是不喜歡人民幣過高 看到 有以上 圖 中國銀行也有很熟悉的在大陸做,他們也在盤房 他們都說CFEC現在聽到是納金黎管制 管制這些銀行的Proprietary Trading炒盤可能會設限 這些都不奇怪,現在中國什麼都設限了 股市方面什麼都不給 所以為什麼我這個星期無緣無故會推薦沽人民幣呢 因為既然衛高勢危已經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我就不相信它會不會繼續再升 就算升到,升不到多少 如果現在那個美金對境外人民幣是6.38多 我想就算我給它升,也不會升到6.35 一定都不會,所以我們做交易的,不是升就是變跌 就是這麼簡單,如果這個管制來到,我就不相信那些 你拿了人民幣的大媽薩會不會走,OK 大家都不知道誰炒成這樣,它不知道在罵誰 因為那裡五十多間銀行,你在說哪一間 分分鐘索羅斯也有份,你知道嗎?不知道的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先提出一個警告,先禮後兵 那就是說,你不走,我先走,乾地可以走 OK 總之你看到現在是6.38,接近6.39 如果6.375,你看到那麼高的人民幣,你就要走了,OK 立即要走,我覺得你講得很準 你知道我們香港這邊,昨天還是前天才出了一宗新聞 就說因為我們這邊銀行的利息,拍給人民幣的利息很高 開始叫人們兌換人民幣,就給你7至8厘 當然是短期的定存,然後分析師就說你們小心 可能人民幣也會再升一會,但是現在都開始過高 然後我心想要看我們節目 是啊,當然是 記住要發展給你的朋友,觀眾們 哈哈哈哈 最後有一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跟黃金和歐盧有關的 好 那我昨天也有說,在另一個台,今天我也在這裡再看一看 怕有些人流了雞 我介紹你們沽這個歐盧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仍然是錯了黃金的 那現在呢,因為黃金的金價,今早上跌下來最低104,103左右 跌下來,跌了幾多下可以說是,一天之間 但是完全都是因為那個美金升得太厲害的關係 而且那些人又會想一下,如果Jerome Powell回來 即是很快就會加息了 那即是金那個因為通脹而升 和因為那個聯儲局不加息而升 這個因素就弱了一些了,所以你走我走 通常是這樣,但是會不會再下跌呢 都很難說,我可以告訴你 那完全都要看那個美金的走勢是怎樣 還有那個美長債,美債的債息會不會繼續升上去 那所以我們可以仍然拿著金,大長金尤其是 但是就做一個動作 因為既然這個金因美金上升而跌 那你可以有一個方法就是先去除了那個美金 因為當你長倉黃金的時候 你另外那一邊就是短倉了美金 那現在美金升,那你就輸錢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就是將沽這個歐羅去代替了你那個空倉的美金 你現在不再空美金了,你空歐羅 當你做歐羅對美金的時候 你沽歐羅是不是你是長倉美金? 你將那個長倉美金就回到另外那邊的空倉美金 就是說你已經跟美金的關係出來了,OK? 你現在這個盤就變成是歐羅對黃金 歐羅對黃金其實過去這兩個幾星期是升得比 所以我一直都在紐西蘭紙 我一直看著紐西蘭紙跌,我就是拍手掌 因為我賺多很多 因為我的實金是在這裡買的 那就是說我是用紐西蘭紙去買的 但是很壞不壞買完之後呢 金又升,紐西蘭紙又升了 就是我看著那個黃金對美金一直是這樣升 為什麼我賺不到這麼多錢? 原來因為我買的那些是用紐元買的 那現在我看到紐元跌,我就拍手掌了 現在開始輪到我賺多一點了,對不對? 你拿著用美金去買的就多很多了 我們在一個平台買,多數都是用美金買的 但是如果我們買實金,就是用回這裡的 你住哪裡那個地方的銀子去買的 所以是有很大的分別 那所以呢,我是教你們 現在你仍然真正達上金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長線你看,仍然是升的 但是暫時比一比,就是把那個美金移出來 就是用了這個歐羅去代替 那歐羅如果繼續跌呢 那你一樣是賺錢 你不論那個黃金對美金怎樣跌 但是你已經在這個黃金對歐羅收回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套座的一個方法來的 那所以這件事我也要提出 讓觀眾自己考慮一下 那今天星期四,老實說 我們不如,反正你都病了 那你不要流鼻血了 你不要流鼻血了 流到星期四,今天才是星期二 我看到何寶Sir要流鼻血 我看到你那些很利益的介紹 好像又出戲了,是不是古天羅 你看到,一旦看到那些女生就流鼻血了 我快要吹口哨了 是啊 是啊 看到,嗚呼,這樣 又跌,很開心啊 所以這集我們的節目 結尾了幾件事 除了這個人民幣 準備大家要留神 這個究竟是高位會回落 這個歐羅已經確認了 這個比特幣都可能已經進入了這個下跌的極速通道之中 所以大家看看可不可以抓住這個跌浪呢 大家在這個乘風破浪的期間 在這個溫度直插的期間 我們都透過直插而獲利 其實歐羅和比特幣已經吃了幾雲的了 在人民幣尾層 那麼人民幣始終都是炒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中央出來說話 你知道中國大陸的東西 中央出來說話你就要聽 OK 不是損失的 而且我們都數量多變 所以我覺得你分析人民幣那邊是不容易的 嗯 是啊 因為我隔得太遠 而且我拿的資料不會太多 我只是有兩個 是在那邊 一個是在外資行做 一個是在中國銀行做的 所以都拿到一些訊息 謝謝何寶sir 這麼好 在YouTube上面 現在我們暫時還是免費的 跟大家去做這些資訊 這件事要講完 這件事我要講完 這件事要講完 這個節目呢 我揮得很辛苦 才跟你們揮到 一個月這麼多的免費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公司 有公司的成本在這裏 只是請個才女回來 都所費不菲 對不對 還有這麼多的儀器 什麼我們的寶來的 何寶寶 後面還有這麼多的技術性人才 好像Yu Sir 以前 現在來了Jacky 每個人 每次一開始都要做很多事情 因為 好不幸 我在外國 又要用Zoom 很多技術性的東西 所以 免費會到這個月底 即是下個星期二 或者是 對不對 先 那 儘管看看老闆 會不會延長一點 如果不是 就到星期二 那我們就開始會收費的了 所以 但是呢 不會收得你們貴 你們放心 OK 這個 一個多月的免費 是盡量 是讓你們當你們看一看 你們合不合用 但是老實說一句 一輯 你跟我做 找到的 已經給了幾年了 老實說一句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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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很多影片下面留言是真的 真的 我和你們公司都要拿個本出來 我拿個本心出來 你們拿個本銀出來 都是 我想 觀眾自己都要 拿個本心出來 就起碼 共同富裕 OK 好嗎 好的 大家看到這個過往一個月 我和何寶Sir一起做的這些視頻 除了之前那些 大家都可以看 但是我覺得看一看之餘 想一想去 如果一集的話 這個價錢 我覺得 不得了 不是幾年了 何寶Sir 應該不是幾年 是啊 有些人狠心一點的話 可能十年都賺到回來 不足夠 就是 你現在玩交叉盤和黃金 是啊 不是小東西來的 沒錯 我們下個星期二一起 共同做大茶飯 OK 再見 希望你 不用再流鼻血了 是啊 好辛苦 感謝今天大家的體諒 OK 下個星期我病好了 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休息一下